知否落幕了,距泥的心轰了,满满的不舍。良心剧组郑武阳光在2018年可谓是大丰收,大江大河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,两部大剧都是口碑收尸双赢。不禁让人想起了前些年的伪装者和狼牙榜,也是一部年代剧,加上一部狼牙榜,前后脚开播。 郑武阳光新剧上马好像是有迹可循的,旁的不说,古装大剧向来是一部播完才开始下一部的。 这相知否刚结束,新剧《孤城碧》马上就提上日程了,王凯接荡赵丽颖,撑起郑武阳光的下一部古装剧。 《孤城碧》将述的是宋仁宗一生的故事。导演张开舟也是知否的导演,知否的成功,相信能够给予张开舟导演更多的信心。 张开舟原是摄影出身,算是郑武阳光当家导演孔生的徒弟,近年才开始真正独立指导。 虽然比起孔生导演的操盘能力,略有不足,但是如果《蜗牛》有爱情和知否两部口碑剧足以证明他的实力逐渐走向成熟。 2019年,王凯有点忙。王凯算是郑武阳光的亲儿子了,近年来的大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 今年王凯有两部大剧要拍,《大江大河》二合孤城碧,年代俱佳古装剧,正好符合郑武阳光的套路。 郑武阳光目前正在拍摄的剧集中,孤城碧是仅有的古装剧,重要程度可想。 而知,在《大江大河》中,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王凯的实力和诚意。 王凯曾经饰演的晋王深入人心,再次挑战古装,王凯是否也能演好呢? 看完定庄照,你对他就有十足的信心了。 王凯饰演成年宋仁宗,宋仁宗明赵真,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 十三岁继位,文治武功,实称仁宗圣治,可见宋仁宗对宋朝的贡献之大。 宋仁宗是为儒雅的皇帝,天性仁孝,对人宽厚和善。 定庄照中的王凯一袭红色长袍,头戴宋朝常吃猫,素雅而不识风骨,身韵荡真是契合的。 女主角江淑颖饰演曹皇后,是宋仁宗的第二任皇后,出身将门,摸一天下的同时,也不失金国风范。 定庄照中的江淑颖扮相略显成熟,温婉欠笑,应是为了突出奇异国之母的威严。 江淑颖显有擦眼古装角色,以往常惯有的角色系录来看,需要下一番口供了。 也许你不熟悉宋仁宗的事迹,但是宋仁宗在魏师的臣子,你一定都听过。 包拯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席、艳书等历史上,鼎鼎大名的能陈文豪,都是宋仁宗时代的人物。 目前除了包拯未提及之外,范仲淹、韩席、艳书等,都会出现在剧中。 范仲淹的扮演者是刘军,看过之否的观众应该很熟悉吧, 圣家的主君红狼是也。 何知否中为为诺诺明者宝身的圣家老爷不同,范仲淹是为蒸蒸铁骨的改革派。 锐意进取。 最终因新政失败而被贬,和王楷的对手戏,应该很有看透。 艳书则由秀才玉恩泰饰演,玉恩泰对于这样的文系可谓嫁轻就熟。 不论是吕秀才,还是张仪,玉恩泰都能演得入目三分,这次应该也不例外。 不过,玉恩泰和王楷的对手戏估计不多,历史上的艳书,在宋仁宗即位的第二年就病逝了,那时,宋仁宗才十四岁左右,还未成年。 想来玉恩泰的戏份,更多是和少年宋仁宗一起出镜了。 从目前曝光的定装照和剧来看,剧组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幅画道,有着想破证式的要求,光感和画面很舒服,仍旧是良心的。 不仅如此,剧组尊重原著,很大程度上,还原原著的剧情走向,从宋仁宗的小时候开始演起。 也就是说,我们又可以像知否里那样,在前面剧集见到很多可爱的小戏谷了。 《孤城壁》,会包含有全毛争斗、情感大戏等看点,知否的成功元素,应该会在此剧中延续。 目前已经开机拍摄,不知是否会新出于蓝而胜于蓝。